大爷 免费办狗证 给您办一张好吧 您现在不办 回头就要去派出所办了 到时候人要多了 就得排队 还得交两块钱质本的费用 现在办 直接给您都免了 挨 给您的狗拍张照 这个证件您拿着 你存手机里就行了 以后带证也行 手机里有证的照片也行 警员们散步在全县 特别是送向附近的区域 见到牵狗的就上去办证 要说现在办的证 其实没什么用 就像刚开始站在酒店门口 让大家用身份证开房一样 有问题的人是不会傻乎乎的冲上来的 但是 等到证件办得多了 就好像酒店 网吧都开始要身份证了以后 一些牛鬼蛇神就容易露马脚了 这就是阵地控制 先把阵地建设好了 之后不管是主动出击 还是坐等犯罪分子自投罗网 都有作用 江远的基案专班的警员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要说起来 省会城市的刑警支队的民警们 在过去几年的内卷中 录取标准都有点类似管培生了 虽然毫无必要 但因为报考的人太多了 要求就只能不断地拔高 而拔高的要求和极低的录取率 导致入职的民警们对于未来都有美好的期许 很多三十多岁就开始变得颓废的公务员 大抵是在这样一个循环中绝望的 王传星等人来到江远基案专班 也是试图争取一条新的晋升途径 而他们的管理才能 或者说 期待中的管理才能 到了今天 才算是有了典用五支地 来自社区的基层工作者 一些学校来的基级分子 一些基层民警还算是愿意听指挥 升格到街道办的干部们 都只能自我管理了 刘锦辉倒是无所谓 他见过的复杂局面太多了 眼前这种都可以算是非常和谐的局面了 有时候 因为某种原因 在侦查方向上跟当地刑警队产生分歧才是要命 现在 许学五只是顾不上他们而已 这样就差不多了 按照目前的效率 最多三四天的时间 县城里大部分的狗 估计都会办好狗证了 宠物店 宠物医院这些节点 咱们也都派了人 时不时地过去检查 如果能从狗粮 疫苗或者宠物美容这方面找到桂花 那就最好 如果不行的话 就看有没有人领养了他 再不行的话 就没办法了 刘锦辉没说狗肉车或者狗是之类的问题 这一块是最早就追查过的地方 不过 狗是相比于宠物店之类的 管理难度高了几个数量级 桂花要是去了这边 在顺限追查的意义也不大了 好在桂花是指肉少的八哥犬 江源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了 只问 如果想要效果好 咱们能做什么? 刘锦辉挑眉 效果还要好吗? 这狗上辈子修桥铺路了 修桥铺路的是土木狗 八哥狗上辈子可能是个程序员 江源配合吐槽 气氛到这里了 刘锦辉叹口气 到 阵地控制要想效果好 咱们有专门的词 强化阵地控制 那除了基础环节的设置要好 关键就是执行要有力 检查的要勤 处罚的要快要公平 适当奖励 这不光是经费的事 还得有人投入进去 组织度要高 要是检查的不给力 阵地就是形同虚设的 江源点点头 他也变不出人来 只能看苗河县这边 能不能腾出空来 关键就是料宝权能不能审下来 然而 各方最期待的结果 终究是没有成为现实 下午 冯琼专门召开会议 通报结果 双引号 廖宝权自知必死 不肯交代 冯琼说了很长的一段话 但也就是结尾这段话 具有实际意义 这个结果不能说是意外 却是各方都不太愿意接受的结果 冯琼说了那么久 也就是给大家一个缓和情绪的空间 心理技巧在审讯的时候没发挥作用 就只能到开会的时候用了 苗河县局的局长管欣福拿起一支烟 点了起来 卡卡卡 打火机的声音立即此起彼伏 大家都憋得厉害了 有领导起头 聪明的恨不得立即吸完一支 然后再点一支慢悠悠的续起来 会议室里瞬间烟雾缭绕 局长管欣福道 不好意思啊 老烟明了 那个 冯楚 我代表苗河县局表格泰 坚决支持专案组的侦查工作 等局长 常务等人简短的发言以后 冯琼和康志超就将目光投向了刘锦辉和江远 他们对苗河县的侦查能力是没有期待的 倒是刘锦辉和江远的履历 颇为漂亮 也被二人看作此番的有力补充 毕竟 单纯的两人组合 是破不了案子的 江远伸手从会议桌中间 扯了一叠照片过来 一张张地看了起来 这个案子从开始 他就没有介入 对他来说 找狗属于正经事 其他的工作有专人在做 也不必显得没他不行的样子 就连503案涉及的照片 江远也是现在才的空 仔仔细细的阅读一番 看也就慢慢的看了下来 旁边的刘锦辉瞅他一眼 也猜得到江远的心思在桂花身上 暗自摇头 且道 我们这边的话 因为最近在协助苗河县做这个阵地控制 有需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忙 康志超突然黑黑的笑了出来 道 找狗 有京城来的领导带头笑出来 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哪里还忍得住 都黑黑黑的笑了出来 这奇葩事儿 最近几天 都快成苗河县局的固定笑话了 逢琼不像是康志超这种搞技术的 他还是想用一下两人 以及铸台县的警力的 可可两声 道 首先要肯定苗河县 以及江远基案专班 深挖案件 抓住了503案潜逃已久的嫌疑人廖宝全 对于另一名同案犯 我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 廖宝全在苗河县工作和生活了好几年的时间 这段时间 应该也是他比较放松 比较自由的时间 查找他在这段时间的联系人 与案发前的联系人相对比 看看能否得到一些线索 其次 廖宝全家里的物品 要检查再检查 廖宝全咬死不肯交代 有可能是因为其个人的意志 也有可能 是被同伙掌握了某种把柄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个人情感的诉求 这方面 我们要研究清楚 最后 我们可以从廖宝全的家人与合作伙伴入手 看看是否能够挖出一些线索来 逢琼也是很有水平的 说话很有条理 很快就将工作的重点给划拉了出来 不过 江远习惯了跟刘锦辉的合作与之对比 很明显的能够看出来 逢琼的判断都是基于当下的信息做出的比较谨慎的判断 归纳起来 也就是三点 搜索廖宝全的家 查廖宝全的人际关系 查廖宝全前后几年的变化 要从广度上来说 逢琼的侦查覆盖面是足够的 但是 他就有点缺少刘锦辉的推理的深度了 刘锦辉做推理 总是能够基于现有的咨询 勇敢的往前推一步 不一定就能有收获 但若是将一个案件看作是棋局的话 刘锦辉的推理 往往是能形成精妙的一招的 逢琼就有点暗部就班了 以将远的眼光来看 这位不伟来的专家 至少就具体的行政业务来说 只能算是中规中矩 LV2.3的级别 不能再多了 不过 像是503案这种十年前的重案要案 稳扎稳打也是没什么错的 就好像桂花失踪案一样 没有线索就是没有线索 刘锦辉除了稳扎稳打的帮忙建立阵地控制体系以外 也灵感爆棚 做出什么精妙一招 江远于是低下头 继续一张张地看照片 逢琼这时候发言完毕 特意看了江远一眼 到 这个案子到部委的时候 安海市已经组织了两次千人大排查 愣是没有将两名案犯堵住 所以 当时判定两人应当是安海市本地人 至少熟悉当地情况 另外 预测两人是有比较缜密的计划的 逢琼对之前的侦破作者总结 后来去安海市的 是我和我师父于庶国 我们对安海市局当时的判断呢 是持有一定保留意见的 毕竟 袭击持枪民警过于汉涌了 无法称之为缜密计划 尽管如此 安海市的刑侦工作 做得还是很扎实的 案件未能侦破 确实遗憾 但此前的一些案件的基础 我们既要重新检讨和调查 也要给予一定的信任 我想的主要是两点 我们应该调整好心态 第一 不要害怕出错 我们前面肯定做错了很多东西 有错就改 第二 我们短期内 可以将刑侦的重点 放在廖宝权最近几年里 目前 503案最主要的证据和线索 就是廖宝权了 逢琼的破案重新 也只能依托于此 尽管如此 以为廖宝权最初几年时间都是开冷藏车 全国各地的跑 想要详尽的调查 也是比较困难的 逢琼这时候看看江远 再看向管兴福 到管局长 人手方面 能不能请帮忙协调一下 开始阶段 可能出差的任务比较多 比较重 没问题 管兴福也是看了眼江远 但还是很分得轻轻重 江远抬头 喝了口水 到 我提两句 您说 逢琼面带微笑 准备等江远提到狗的时候 将他拍回去 就听江远道 众所周知 会议室内的众人 脸上都浮现出了众所周知的微笑 然后 就听江远道 我作为法医 对尸体的死亡时间的鉴定方面 有一些心得 不吹不黑 江远是LV6的死亡时间鉴定 全世界能比他在这方面更有心得的 一只狗或者猫的爪子就能猝得过来 当然 会议室里的众人还没有意识到这里面的巨大差距 脸上依旧浮现着想到桂花的笑容 就听江远继续道 我刚才着重看了第一受害人 也就是持枪民警贺博勇 以及第二受害者斗定强的尸体照片 从照片上来看 两人都是因刀刺造成的致命伤 导致的尸血死亡 死亡时间都在八小时内 但是 具体到死亡时间是几个小时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误判 江远顿了一下 将两张照片推给了冯穷和康志超 并道 第一受害人不应该是贺博勇 而应该是斗定强 两人的死亡时间 相差一到两小时 个人倾向一个小时 也就是说 廖宝权及其同伙 先杀了斗定强 后杀的贺博勇 冯穷第一时间看向康志超 想要得到确认 如果江远所言属实 那这个案子的侦查方向 就要有根本性的变化了 而且 应该从案发之日的安海市查起 在场的描合线众人 惊诧莫名地看向江远 莫名地产生了不同程度 不同维度 不同角度的佩服 在其中心的转发货 或者是给我们来管理的鹜厂 都在过 朝但是再会 他基本的 glaube 裥充的时候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 或者是鼠患状的鹜厂